歡迎來到丁曉宇的頻道 跟著曉宇去旅行 跟大家說一下 國內線行李它的線重是10公斤 我這次帶的東西很多 因為我還不確定我到底會去幾天 帶了很多相機的器材啊 還有保暖衣物等等 我剛剛的行李剩下來是17公斤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喔 雖然說很容易就操縱了 可是呢操縱1公斤只要17塊錢喔 我剛剛是多收了119元 繳完操縱費 拿一個小白單拿到行李托運 才會再還機票給你喔 登機完成 至少要提早40分鐘來到機場喔 好險航空的班機前往金門 等班機即將關閉艙門 救生衣在您的座椅下方 祝您旅途愉快謝謝 我們見 謝謝 大家小心囉 慢走 剛剛搭的飛機 好像下雨耶 很難耶 我不是雨聲 朋友的行李箱 好小一個 好髒喔 好冷喔 嗨 大家好 我是丁曉雨 現在人來到了金門 這次的旅行喔 我非常的期待 沒有想到我竟然沒有來過金門吧 雖然我有去過很多的地方 但是卻露了金門 這次的影片會跟大家分享到 金門的一些美食啦 景點啦 住宿啊 內容等等 我這次的行程會去大金門跟小金門 但是現在因為在下雨喔 大家就繼續把這支影片看下去吧 我好抱歉喔 那麼重的行李 在地人推薦的永村廣東粥 金門的第一餐 我剛剛有問他素的可以點什麼 然後他就說淡粥 淡粥三十塊 特色就是這樣子 很像水水的這種感覺 看不到什麼米粒 看 到地的吃法 現在要來搭船了 沒想到現在是陰雨天 我是希望可以好天氣啦 因為你看 掰棒棒的一片 老實說我是很期待可以看到 對岸那邊的樣貌 不知道等一下風景怎麼樣 十一點五十分左右了 十分鐘就可以到小金門 我真的很抱歉 因為我心裡很重 金門搭船出體驗 大金門掰掰 所以就是小金門 它風好大我頭髮好亂喔 到了到了到了 不到十分鐘耶 攀班是整點跟半點 十二點開 現在十二點七分 十分鐘以內可以抵達 真的很快速 超快的 青門 到現在中 chain 我們再去 California tipo 十四點 對不對 大金門 很死 就繼續 好 唯一的一家超廂在這裡 烈雨香的手搖影 冰著燒煎到的感覺 珍珠跟綠豆 它有料 那我要一杯 黑豆干 好多料的感覺喔 超多料的 真的 我們是觀光客 準備滿滿的料 現在到了民宿了 這一次我來到小金門入住的民宿 叫做國境之溪 很棒喔 因為它是整個面海 面海景的民宿 重點是可以直接看到廈門 只是因為現在 真的天氣稍微差一點點 能見度不是很高 稍微的看得到一點點 我期待這幾天可以看到很清晰的樣子 再分享給你們 然後再分享給你們 然後再分享給你們 再分享給你們 他們有這個耶 這樣坐著好愜意喔 好享受喔 出發前以為這裡會很冷 其實不會 涼涼的 也不會熱 很舒服 周車老頓 其實從一大早出門 一直到現在已經 硬點了 天啊 來到金門其實很快 可是你前後準備的時間啊 轉成啊 等待等等的 也是滿好體力的 另外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喔 因為這次來金門 我的行李真的很多 我剛剛 就不小心把我手提袋弄丟了 而且是在大金門 我頭好痛喔 因為裡面有錢包 還有一些鏡頭 電池等等 我真的是好迷糊喔 我的天啊 我現在 努力的在平復我的情緒當中 開箱一下我住201號房 我喜歡有太陽光的房間 電熱水壺 酒精 魂香燈 好可愛喔 茶包 水子拖鞋 我進來的時候 也有一個這樣的拖鞋可以穿 衛浴的空間 這樣子 有不同顏色的漱口杯 小吹風機 我覺得還算乾淨啦 亮亮的 馬桶也滿乾淨的 大小條的毛巾 淋浴設備 蓮蓬頭 欸 原來 門關起來 有鏡子欸 這裡有架木表 一些須知的地圖 墊高的 等於說我可以把鞋子放在下面的位置 加大型的雙人床 我喜歡欸 這樣子的藍色看起來好舒服喔 不同視角的房間 還有一個小沙發 夏浦的液晶顯示器 自己也好好喔 而且它是整墊的欸 等於說我睡覺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風景 雖然我現在是在二樓 可是風景就很好了 民宿老闆帶我們出去 嗨 各位 我們來到了一個營區 很酷喔 因為我們這一次入住的民宿 他們有結合了一個水彈槍體驗的活動 這一次就帶你們來看看這個活動是什麼吧 別太酷了吧 我從來也沒有來過這樣子的地方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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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密室的感覺 好迂迴喔 超迂迴的 迷宮的感覺欸 裡面還有路 Oh my God 有筆的 你會覺得很悶 看不到太陽啊 看不到光線啊 空間比較狹窄一些 我只是這樣繞一圈我就覺得啊 好辛苦喔 裡面等待作戰的那種心情 正面左右 左右撕開 打開之後 由頭套路 對 我還在聽 酷喔 我現在已經著裝了 一個背心 等一下還有一把槍 也沒有彈夾 你去拿彈夾 啊哈哈哈哈 判定頭盔 水彈槍 然後有一個黑色的按鈕 按下去之後彈夾就會掉下 水彈 啾啾 很啾 水晶寶寶 我們要瞄準它了 好無故喔 我給大家看一下它真是水彈槍 這樣子的 有看到嗎?會有水這樣噴出來 皮膚被打到一點點的疼痛 還不至於到什麼瘀青 我們要來開 現在分了兩座 好緊張喔 沒有玩過 啊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好痛喔 好痛喔 好累喔 加油 你過了 好累 好累喔 超有運動的感覺 好累喔 路上就有一隻牛耶 牠在吃草 獵魚的日常 好好玩喔 好好玩喔 而且牠在走馬路耶 277車6 醜物好可愛喔 還追不上牠 我們來到了西方社區 這裡有一個西方街老街 裡面有一家冰店 帶大家去吃點心 吃點心之前有看到這裡有一隻 很大的雞 是有原因的喔 所以我怕篇幅太長 看情況跟你們介紹 其實開的店家並不多啦 大約只有零星的兩三夾吧 很多的國旗 高樑的小掃把 超可愛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喔 現在沒有內用了 老闆破例當我進來拍拍照 給大家看一下室內空間 我覺得室內空間也很棒耶 很復古 雖然它的大小不大喔 可是 很有氛圍 因為牆上有很多復古的東西 可以進來看看 二樓的座位區 等等 中間這個是什麼意思 感覺好濃喔 這個芋頭 超厲害的 奇怪爺爺是什麼的 天啊 必點的蜜芋頭冰 這些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如果跟小雨一樣是吃素的話 他們奶酪是有加吉利丁 謝謝 謝謝 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大一份喔 這樣一份一百 我覺得很貼心的是 老闆他幫我把奶酪換成布丁 還有加了特產的商剩 來吃吃看 這個超級超級綿耶 超綿的 很好吃 今天早上他們的秘笛 我們白色盪出去 看他不能當喔 只是一個造型 剛剛我們遠遠看的時候 覺得好像沒有那麼美 但是我發現 近看他其實拍起來真的蠻厲害的 而且剛剛民宿老闆有說 這個網美當秋天夯到 有客人直接指明說 一定要帶他來這個地方 明信片這個的話你們都可以寫 明年的這個季節我們會寄給你們 他們現在有做活動 明信片他有兩種喔 寫一下現在的感覺 希望明年可以來回顧一下現在的心情 現在來到青旗高 你看 哇 綠油油的一片 要再往裡面走一點點 現在我手指的方向這裡 撲起的一個島嶼 這地方是哪裡呢 就是復興魚 這看起來好酷喔 這裡的地質結構真的是很驚人欸 看一圈一圈的啊 超壯觀類整片 我竟然認識什麼世界啊 欸好美喔 這裡散步還蠻不錯的欸 很愜意喔 而且我發現海風不會黏欸 蠻舒服的今天 原本是一個碉堡來著 只是一個掉下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我身後的綠色地盤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去新北石門的老梅綠石巢喔 我覺得這裡跟那邊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雖然說我現在來已經算是季節末了 所以看到了露色的部分稍微的少一點點 它這裡露出來的岩石啊 竟然是那種磚紅色的欸 很特別 是粉紅迷彩的一個岩石 我覺得它這邊的沙灘還蠻舒服的 比較像是那種紅黃土的那種顏色 蠻浪漫的 大致就是會在清明節前後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潮汐表啦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解說員 如果解說員跟你來介紹的話 你會更了解一下這邊的地質 還有環境特色喔 現在是五點半的時間 這裡好沒人喔 超重快的 我覺得這裡的沙灘很不錯 它是左右兩邊都有選色 一般我們去的沙灘大家可能只是看海景嘛 可是這裡不是只有海景漂亮喔 它的旁邊有這麼壯裝 整片 整片因為海水跟風化所形成的這個地質的樣貌 洋蔥石很值得拍喔 而且也很好拍 我覺得超波快上的這些比較漂亮 要六點準備日落了 離開這裡 燈亮的2011就是我這次露住的房間喔 這裡有檔出千年 回來民宿了 民宿的外面啊 這是一個熱門景點 所以有很多的遊覽車 包車來這裡拍照 退潮了 它是整排的 剛剛只有看到兩三個而已 右邊也是 左右兩邊都是 在水面下 那如果他們工具要登陸就會被它刺破 是一個保護的作用 對它就是反登陸 讓他們登陸不過來 即使過來就是刺破讓船沉在水面 沒有辦法再回去第二天 這真的是上了一課耶 老闆帶我們來吃飯 在地的餐廳 老闆娘 辣妹子 很像周冬雨又很像周迅 超美的 太熱了 太美了 真的很漂亮喔 非常好吃 剛剛在吃冰淇淋的口感 現在芋頭麻葉是最終的產季了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吃到快幸福 真的嗎 我怎麼不知道 突然有蛋糕好好笑喔 真的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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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天不是我生日 有這個驚喜很謝謝 因為這次是我第一次來金門 而且我又來到小金門烈獄 就很開心可以跟你們一家人一起過 好溫馨喔 謝謝 明天冒寫那個明信片啊 然後我就寫說 希望未來有機會來到這裡帶團 平安健康 因為大家 疫情這兩三年很辛苦 最後一個人在心裡 好喔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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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喔 何來不易的蛋糕很辛苦 上面的水果都飛走 超可疑喔 吃飽了 老闆娘就一個人可以煮出好多的料理很厲害 在地人推薦的老闆娘是重慶人 如果大家想要吃那種辣的啊 口味重的話 大家是可以來的 那因為小玉也是吃素嘛 剛剛老闆娘是有弄了一些方便素的 像是青菜啊 芋頭啊 還有皮蛋的料理 但因為我本身食量不多 我是覺得這樣OK 但你們不要以為 你們聽到小玉 跟大家分享這個美食餐廳 你們就吃得到 因為老闆是很個性的 你想吃 未必還訂得到喔 比如說你有預訂啊 他有時候是不接單的 我也很感動 這是我的旅伴啊 有特別準備了一個Suppance 幫我提前的慶生 然後我覺得很感動 開心 在地的小妻 唯一一家 超讚的欸 我們要來娛娛哥了 回來房間了 好可惜喔 突然下雨外面 沒什麼風景 黑黑的 下雨天 下雨天 耶 回來到自己的房間了 現在時間是 快要晚上的11點欸 天啊 終於大早出門到現在 也是不知不覺 過了蠻久的時間喔 今天一整天都花在交通的時間 稍微多一點點 有去了大金門嘛 吃了那裡的小小的美食 馬上我們就打到船 來到了小金門 也就是獵魚了 獵魚了 獵魚這裡有 含了這裡的住宿 美食 景點 還有一些文化特色等等 一般而言 在想像說 吃獵魚 有歸了 今天白癡 趕快一天 或是幾分鐘 今天介紹來了吧 我們今天去那麼多地方 我覺得我還是講不完 還有很多在地的 很多的地方 都很值得推薦 這一很放鬆 很舒服的一個地方 他們的那個人情味 跟家庭的和諧 是很緊密的 真正在地人的那種 很舒服的感覺 他們的熱情 讓我覺得很自然 也很喜歡 尤其是今天要來小小的親身一下 等一下要趕快去灌洗一下 明天還有一大早 崭新的行程 要跟你們分享喔 好